鄉下好新聞市集 鄉下好新聞市集是一個平台 我們這個平台最主要 非常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 希望尋找都市跟鄉村最短的距離 我們這個平台基本上做幾件事情 一件事 整體來說 我們希望能夠促進的是 這個對永續環境有幫助的農業 以及各項的行為 然後為了要達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做了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提供資訊 我們有個新聞的部門 那事實上以我們 這樣子一個非常小的單位 我們有一個專業的編輯 以及有三位專職的記者 總共有四個人 共同形成了一個新聞團隊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就是事實上是 我們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發現大家對這個農業 對土地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那在這個關注當中 有非常多的人很感動 很熱血 來去投入 我們號召一起的購買 一起來護持很多的農產品 跟土地 那但是呢 對我們而言 就是說 購買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理性的認知 因為 你可能今天出自於熱血 你買這個 明天出自於熱血 你買另外一個東西 可是這個 很多的結構的問題 其實事實上是需要被改變的 然後只有當消費者能夠真正的 願意在購買之前好好的去理解 你買到的是什麼東西 以及好好的去理解 我們這個世界上 發生的事情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相信這個購買行為 才會真正的改變這個世界 而且是正向的改變 所以因此 我們可以說是非常不自量力的 成立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以四個專職新聞工作者的方式 然後來為大家 去報導新聞 那不是只有我們來報導新聞 事實上這個平台 它也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小農的生產者也好 或者是消費者也好 或者是所有關心的農人 他都可以來這邊 他也一樣可以來這裡寫作 來跟大家分享 跟農業有關的訊息 所以一個是新聞平台 另外一個比較奇特的是 我們同時也做這個小農產品的開發 為什麼呢 這裡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說 當然我們也必須面對一個 很遺憾的事情是 大家越來越覺得 新聞應該是免費的 資訊應該是免費的 因為我們很習慣於 例如說我們在報紙上面看到的這個消息 事實上是 廣告主已經請你買單了 而這個買單的方法很可能 比較好的話是下載廣告 更比較不好 而且是更困難被發現的是 它直接下載內容裡面 也就是所謂的業配型的廣告這樣子 但是長久以來 大家習慣於不購買新聞 那因此呢 要專門靠新聞 能夠好好自己自主活下去 又不依賴廣告 它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困難 因此我們就在思考說 我們用什麼方式 能夠讓這個新聞 真正能夠超然獨立的做下去 於是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事實上其實這個世界上還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的農產品 這些農產品呢 它可能還沒有被發現它的潛力 然後它 或者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 應該要被解決 可是可能現在還沒有其他的開發商去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自己來開發它 那等一下我會舉一些例子 我們把這樣的好的農產品 把它變成商品的時候呢 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 然後我們可以自己賺到錢 來養活我們自己的新聞團隊 所以大概是出自於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構建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媒體 不過我想有關於上下游的這個部分 請大家可以就是上網去看看我們的新聞 或看看我們的這個產品 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兩個 主要有兩件事情是 我自己在 我從1999年 我過去是一直在 就是跟媒體有關的工作 但是我在1999年的時候 因為地震的關係 我到南投的中療 然後開始了 跟農業有關的一些工作歷程 一直到現在 那我本人也曾經栽種過柳丁 我曾經是一個農夫 那所以我想今天主要想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 這些年來我們在農業身上 我們在工作裡面看見的 就是土地交會我們的 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是橙石 那這片葉子 我想不知道大家 種菜的人可能都知道 這個是什麼蟲咬的 這個是黃條葉枣 這是一個 對種蔬菜的人來說 真的是 不知道是應該要怎麼去形容的一種生物 它非常的可愛 它很漂亮 它有一個黃色的這個條紋 你看如果不是農人的人看到 他會覺得 啊真的好可愛哦 你看他把這個葉子養成這樣耶 真是漂亮 這個洞子分配得這麼的均勻啊 這樣好美麗哦 對 但是對於種蔬菜的農人來說 整個就是 你知道 暈桃在那裡 媽呀 你早上起來 然後你看到你的那個葉菜就是這樣 這片葉子是屬於誰的呢 這片葉子來自於 從台南的一個有機的農友 把他的菜運送到 大家知道新北市現在開啟的一個政策 就是要讓小孩每個禮拜 有機會吃到一次有機餐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即將要開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那也讓很多的有機農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很遺憾的是這樣子的葉片 當然他們交出去的 不會有這麼多美麗的孔洞 會更少一點 可能也許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交到了這個國小的首相的時候 國小的這個驗收的部門不肯收 他們覺得你這樣的菜送去 就是那個等著被那個學校罵 然後而且更 而且更常常是有這樣的葉菜呢 其實是還奉送了這個菜蟲在上面的這樣子 然後就有發現過一些狀況是小朋友開始尖叫 啊有蟲啊有什麼這樣子 然後整個班旗接叫成一片 然後老師就說 你那可以送這塊菜嗎 我都拿了給你 這樣 那個農友就說 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你要吃到葉菜 而且不要任何的動的話 也不要任何的蟲的話 一顆大白菜 會剝到剩一顆小白菜 最後可能會剩下一新二葉 就跟茶葉一樣 大概有將近70%的葉子全部都會丟掉 那我們就得面對 這是什麼 我們誠實的 必須先面對這個土壤 這個環境 台灣就是一個熱帶 一個雅熱帶氣候的地方 我們在夏天能夠吃到不噴農藥的蔬菜 已經要感謝上帝了 說真的 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不願意 誠實地面對這個現象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噴農藥 我們可以假裝我們是一個溫帶國家 然後我們一年四季如冬 都非常的涼快 然後呢 我們的農人可以噴藥 把它照顧到非常的漂亮 你拿到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真是非常的開心 這樣子 哇 這麼的美 而且你可以用很多的淡肥 讓它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個 這個葉子看起來比較老對不對 大家看得出來嗎 你種菜的人 然後葉子看起來比較厚嘛 然後呢 你可以不要這樣 我們可以給很多淡肥 然後這個葉菜會長得很漂亮 然後呢 它會很嫩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它長得太快了 然後它裡面都是水分這樣子 然後 因為它非常嫩又非常的薄 然後昆蟲會非常的愛吃 然後呢 沒關係 可是你再給它很多的農藥 所以你就會養出又漂亮又甜又那個 這樣子的葉菜 給孩子們吃 這樣子有比較好嗎 很可能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要誠實地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課 才真正能夠讓我們去 好好地面對這個東西 好 再來 我們再來看這個 在座各位有沒有認得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猜猜看 不是香菇啦 這是一個芭拉瓜 OK 這是一個芭拉瓜 對 這是一個芭拉瓜 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農友堅持要生產出這樣的芭拉瓜呢 它 我們就講說 一般的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蜜藥裡面 可能會加很多東西 可能會加很多的添加物 色素也好 殺菌的也好 真色的也好 等等 可是其實 就只加個鹽跟糖不犯法吧 對不對 它其實也很天然 可是呢 我認識了一個這樣的農友 這位農友 非常的精彩 她比較美麗這樣 她是一個女農 她就說 我自己種芭拉的 我知道芭拉第一口咬下去很澀 第二口的時候其實非常的甜 可是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吃這個芭拉乾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點點鹽巴 最起碼一定會調一點點 鹽巴去色 會抓一點點糖 所以你會吃到那種 好像 甚至還會加一點 可能其他的調味 然後吃起來好像有乾有甜有什麼 可是就是 沒有辦法真的完全吃到芭拉的味道 於是呢 她就想說 好 我就是要生產一個 完全不要糖也不要鹽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吃到 真正芭拉的味道是什麼 坦白說這樣的產品在外面 是不會有同學商願意買來賣的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她看起來這個就很像香菇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哇這什麼東西啊 這還沒補責 對啊 然後老人家還會覺得 因為你 你只能夠 你什麼都沒有調的情況 這樣你只能把它烤到很乾 她真的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牙齒是吃不消的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吃很軟的東西了 我們已經很久是不咀嚼比較硬的東西了 然後所以她就跟我們說 她真的非常非常想要試試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就試著在想說 對啊 我們有沒有勇氣 讓大家誠實的 吃到純粹的一個芭拉的味道 然後讓你的味覺當中有一個機會 知道這個東西 它真正單純的面貌是什麼 這也是另外讓我一個覺得很震撼的地方 好 接下來米粉 事實上 到最後 當我們沒有辦法誠實的面對 事情真正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只要想辦法欺騙自己 也欺騙別人 那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真相跟誠實是我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起爆了這個 所謂的米粉的這個事件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米粉的新聞 我們是怎麼去發現的 事實上 在我們的記者剛開始去搜 搜羅消息的時候 我們就有聽到 聽說台灣的米粉不太純 然後聽說這裡面 可能有加了一些讓它變得比較Q的東西 其實坦白說 食品加工業裡面加一些東西 我們本來沒有覺得那麼的嚴重 因為也許你覺得米粉不夠Q 然後你加一點點東西讓它變得比較Q 假設是誠實標示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我們去市場上面去看的時候去發現說 在市場上面就標榜這些米粉其實都是百分之百的純米粉 百分之百的喔 然後而且幾乎很多的都是這樣寫 那我們就想說會不會也許這只是一個謠言 所以我們就先買了幾個大品牌的米粉 尤其是特別強調百分之百都是純米做的這個米粉去送驗 送驗出來的結果 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 說實話我們自己看到檢驗報告的時候 我們自己感覺非常的害怕 因為標榜百分之百純米粉的那一些米粉 驗出來一滴米都沒有 一個一個米都沒有 你知道然後你反反覆覆的看著那個包裝袋 在想自己是不是眼睛哪裡看錯 他是不是有在哪裡可能有註明說 其實我沒有米 可是我們沒有發現這樣 我們會不會誤會了人家 或者是我們會不會檢驗單位弄錯了 檢驗方法不對 我們會不會誣賴了人家 所以我們再驗一次 再驗一次一模一樣的結果 我覺得連我們自己都感覺到非常的恐慌 覺得我們難道在面對一起 非常嚴重的集體說謊事件嗎 於是我們毛起進來 把市面上大部分的米粉全部送去驗 驗下來的結果 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 就是真的 除了台灣 除了三四家非常特定的米粉糖之外 其他的幾乎就是在沒有米到大概20% 30%之間 那這樣子的一種狀況 我覺得 當然除了從新聞的角度來看 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說謊行為之外 可是事實上它意味著什麼 其實它其實意味著我們似乎沒有辦法 或者是我們不願意 或者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誠實地面對這個世界 怎麼講呢 事實上業者後來他們就說 為什麼他們要用 為什麼他們不用純米米粉 因為以前小時候我們吃米粉走進去 他是現場為你做的 他那天為你炒米粉 他為你做一個好吃的米粉湯 可是現在呢 因為他可能 為了要全天候的一直供應 每一個走進來的客人 在三分鐘之內都可以吃到一碗熱騰騰的米粉 他們不用等 所以他讓那個米粉一直處在加熱狀態中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用純米的米粉 因為這個純米米粉其實是 它不像 它不像橡皮筋嘛 對不對 它沒有那個Q性這樣子 然後你讓它一直加熱 它就會斷 斷了之後業者就會抱怨覺得 消費者會抱怨 覺得說 欸你怎麼都給我這個 餐廚的東西 這皮要怎麼吃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是又Q的東西 而且又要一直加熱速度又要快 這世界上哪有這種事情 最後就是給你吃橡皮筋啊 真的就是橡皮筋啊 玉米澱粉 而且是修飾過後 被強化過後的修飾澱粉 它跟橡皮筋差不多是相同的東西 酒煮不爛 而且絕對非常的Q這樣子 然後就做這個米粉 因此 我覺得當我們 沒有辦法真的誠實的面對 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得想很多方式 來欺騙自己跟別人 而那個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因為原來在農業的事情裡面 教我們的其實就是應該 很非常誠實的 面對這個大地才對這樣 好 那 事實上其實誠實是非常美麗的 其實我們在誠實之外 我們看見了 農民在這塊土地上的付出 還有創意之後 你會覺得 其實台灣就是一個充滿了驚奇的一個島嶼 它只要 光是非常實在的事情 就可以讓它很精彩 我們來看這個是烘龍眼的過程 就這樣子 把龍眼童樹上摘下來之後 用這個龍眼木去烘它 去熏它慢慢的 三天兩夜 慢慢的熏 慢慢的熏 最後我們會得到滋味 非常好的龍眼乾 然後你看到這個農友 他是在苗栗 他種米 他也種小麥 台灣這幾年開始 富裕這個本土的小麥 其實啊小麥種起來了 可是為什麼農民垂心肝呢 不是因為種不起來 是因為小麥在收成 在春天的這個時候 其他的稻米還沒有開始收 所以小鳥就全部都去吃小麥了 這樣子 記得阿伯啊 他去年的時候 就是他的那個種子 下了兩百公斤這樣子 兩百公斤的小麥種子 到收成的時候 到種的時候還很漂亮 最後收成的時候 只收了兩百一十公斤 就是扣掉種子 只有多出十公斤 因為都被鳥吃掉了 所以難怪這麼垂心肝 可是呢 他還是努力種了 今年他種得很好 因為擴大了面積 不會讓小鳥全部吃完 我們今年開始吃到 非常好吃的台灣小麥 做出來的這些麵包 都非常的棒 然後看看這一位成 九十度鞠躬的 來自中寮的西底奧學習農園 這是他們在煮桂圓薑湯的樣子 那個我剛剛講那個龍眼 光烘就已經烘到 已經那麼那麼久的時間了 可是接下來要熬煮 用龍眼啊 黑糖啊 薑啊 去熬煮 一口氣要熬一整天下來 讓它自然濃縮粘稠 所以不需要加蒸稠劑 不需要加這些粘稠的東西 我們吃到的 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 充滿了問題的那些玉米澱粉 或什麼無非就是為了要 讓它變得比較濃稠 都不用熬煮就可以很濃稠 可是那要付出那麼多的代價 尤其是你看到有一個人 他是這樣子在煮東西的 然後一整天 從早上六點煮完的時候 晚上十點 真的我並沒有誇張的形容 這樣來去煮出非常好喝的桂圓醬湯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這個是山上部落的朋友 他們種了這個紅肉裡之後 然後原來這些紅肉裡 都被用非常便宜的價格來收購 然後最後做成了什麼東西都有添加的 非常便宜的蜜餡 然後可是呢 我們也覺得它可以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用更好的價錢把它買下來 然後製作成一個很好的果乾 我們希望農人都能夠安心的回到家裡 去栽培健康的果實 那我們也希望消費者可以吃到這樣子的東西 這位是這個前年的十大毫米的這個 經典毫米的得主 也就是全台灣種米前十名的這個莊正燈阿德納哥 那阿德納哥他這個米啊 我們就問他你為什麼種得這麼好 他就說他就是只有 他的得獎感人就只有這樣 人是活的 土是活的 植物是活的 把這三個活的東西照顧好你就會很好吃 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很困難 那個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他的那個米 的那個好吃 是因為他們真的都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非常的付出 所以我們在這幾年裡面 我覺得我很榮幸自己 有機會來成立了一個新聞的這樣的部門 而且有產品的這樣子的一個小農的平台 因為在每一次的採訪當中 每一次的產品開發當中 我們都看到了一個誠實 而且願意付出又有創意的農民朋友們 最後會帶給我們多麼大的 多麼好的東西 最後我想跟大家介紹 這個就是一個地瓜 那這張手就是阿德納哥的手 那我想 這個是他在跟我們 他教我們說這個 如何辨別地瓜已經成熟了 我想在座很多農友一定可以了解 如何辨別地瓜已經成熟了 就是當這個皮越來越薄的時候 很多水果也都是這樣 你這個他剛開始都是長皮 這個營養蓄積在皮 然後慢慢地從皮當中的這個養分 往肉去輸送的時候 皮越來越薄 肉就越來越飽滿的時候 那一天就是農產品好的時候 那我想這也很像就是我們所看見的 其實當你把你自己的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農人 把自己的能量 把自己的付出灌進去他的農產品的時候 而那樣子的誠實而充滿了創意的農產品 當你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吃到除了果實 原來所有的味道 還有土地所有的能量之外 還有一個農人 他所能夠給你的一切的付出 全部都在這個農產品裡面 那我們希望我們都有機會 每一天吃到的都是這樣子 充滿了誠懇的心血 而做出來的東西 謝謝大家